所有的方向在硬酿的过程里面不成熟的话 护了光都会对很多人 对同仁 对很多当事的人都会有不好的一些影响 周刊报导 红积体裂1.5亿美元药原力精简 全球裁员7% 瘦身计划就是在为并购前做准备 已经快70岁 动过三次心脏支架手术 施政容心脏得够强 才能带领红积浴火重生 好我们接下来就来看到红积的这个状况 这次天下杂志呢 也针对了红积所面临到非常大的挑战 有特别做了报道 说其实在不久之前 施政容还非常轻松的跟这个创新大师克里斯丁生说 我已经退休了啦 我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专心做好社会企业家应该要做的事情 结果没想到话才出口 没有一个礼拜的时间 公司的状况整个都不一样 他又必须要出来 天下你们形容造作面对他人生的第三个步 第一个步是32岁的时候不得不创业 第二个步57岁的时候不得不分家 第三个步69岁快70岁了不得不回国 用这样的方式去形容是不是带坐施政容的一些无奈 他就跟我们讲说接班要该怎么做啊 带你所有权啊 经营权控制权都要妥善的安排 但是有一个最难的 我们大家都觉得是实际生生最棒的 比其他企业领导人都最好的是 他真的真心放手 这一点是非常违反人心 但他真的做到 他告诉我们他享受大权旁落 那他觉得如果宏基做得好 有这些专业经营人为他打拼 他是最大的股东 他当然也是最大的受益者 他不需要回来 但是呢我们看到宏基在过去一千天 我们为什么说关键一千天呢 因为从2011年3月蓝旗走之后呢 宏基的状况真的急转直下 已经连续今年算起来亏损第三年 加上之前蓝旗并购的 Packabell Gateway e-machine等等的品牌 当时为了想要充市战旅 但是现在PC产业已经下滑了 那这些品牌资产必须减损的 必须扣掉的时候 哇宏基第三季大亏131亿 这个时候呢 内部很多声音啊 他说蓝旗是施先生找来的啊 这些并购是董事会拍板定案的 那董事长没有责任吗 董事长王震堂 那总经理汪建仁没有责任吗 那当然更重要的 施先生创办人董事会没有责任吗 所以内部很多很多的声音 但是施先生就觉得他好像 不得不回来了 有一点无奈 那能不能够把宏基救起来 这当然是另外我们可以在讨论的事情 但是这的确是让很多人很吃惊 以前交棒的典范氏先生 现在又要重回战场 我们先说他是担任变革委员会的交集人 他不会担任董事长 那董事长会是谁呢 将会是明年六月我们 必须要观察一个关键指标 我觉得其实宏基现在的问题 不是出在他的接班有问题 实在是出在这个整个产业的大变局 实在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 我觉得没错 现在大家用一个名词叫典范移转 其实当初iPad刚出来的时候 几乎所有的做Notebook PC 这个领域的人 根本都不看好这个新的这个产品 结果没想到这个产品竟然大成功 然后当初没有这个产品的时候 Notebook PC所占有的这些市占率 其实现在就是一年一年的把它 还给这个新的这个产品 但是我要讲的是 其实施先生现在说 他需要三年的时间 很多人也给予很多的批评 说时间可能不等他 可是大家想想看 当你的企业变这么大 遇到一个大的变局 你今天除了要解决 你的持续创新的这个内部的机制 你要给很多新生代更多的机会 因为现在整个这个市场 已经跟过去的这个纯粹做硬体的 这个时代已经都不一样 但是我个人对施先生 我有足够的信心 就是他不会站住那个舞台 其实他也是最早站出来 反驳很多人的看法说 台湾现在年轻人缺乏人才 他一直再三的强调 台湾不缺人才 台湾只有年轻人缺舞台的问题 那我觉得确实这个整个改造 其实责任是很重大 而且路途可能也很长久 他说他需要三年的时间 我觉得如果三年的时间 他能够成功改造红基 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奇迹 跟很大的一个成就 所以这一次 我天下特别要去检视一下 在红基过去从兰奇离开 到王振堂下台 就差不多一千天的时间 我们叫做关键一千天 到底红基是做了一些哪些错误的政策 错误的策略 导致现在这样子低潮的局面 你们点到了三个面向 骄傲 还有低利 还有过度依赖的状况 是 我们可以一一来看 其实真的要把时间倒回 时间回流 rewind the clock一下 我们来想想看 说红基真的三年前 我们也飞去欧洲采访红基 因为那时候觉得 哇台湾第一次有一个 不是零组建 是一个device品牌 就要登上世界第一了 那时候就离惠普 那时候全球的 Nobulonto只差五个 market share的percentage 已经做二忘义了 我们非常的兴奋 而且这是第一次 台湾可以善用外籍人才 意大利人来起 打下全球的江山 可是呢 的确 How the mighty fail 第一步可能就是骄傲 2010年iPad出来 我们记得很清楚 2010年1月 Steve Jobs介绍iPad 还说台湾之前的EPC Netbook是 Junk 是电子垃圾 那一年 我们看看Ason 因为之前Aspire 卖得太好了 那时候他们年出货量 还超过一千万台 那他们也觉得 自己真的要登上冠军了 所以在供应链大会的时候 员工内部要排练舞嘛 都还说我们来跳 Sorry Sorry 舞吧 就意思说我们要跟HP 说Sorry We are going to be the number one We are going to beat you 就是那种 智德亦满的文化 那种骄傲的文化 其实是危机开始 第一步 那第二就是低利 我们曾经也探讨过 宏基的成功方程式 就是说 它品牌的成功方程式 是什么呢 它严控成本 非常符合台湾 代工业起家的Costal 就是说 对 我的竞争对手 如果是HP 如果是Dale 那他们的营业费用率都很高 那我就控制比他们低 那因为华尔街 又会要求HP跟Dale 高毛利 那我也不要高毛利 王政堂农长最喜欢说 我就是2% Nate Profit 2%的净利率 可是我就可以 打遍天下无敌手 因为我把 接下来省下的费用 跟我的通路 所谓的利润共享 那我就可以联合通路 来抗衡这些大品牌 我就跟通路讲说 我这些利润可以share给你啊 那你也希望你的货架上 有多一些品牌吧 不是只有HP 对哦 你被他们掐着脖子吧 的确这一招奏效了 让宏基连续6年的高成长 所以王政堂 他也 其实是有能力的人 当年他接下宏基 宏基是个亏损的公司 只剩下一个空牌子 所有的研发 所有的工厂 都切给了伪创 但是是他把宏基 优惠转移带起来了 然后带到桌子 快要接近第一的地步 可是我们就要说了 就是真的天理下 没有永远对的 business model 那你准备好了吗 我们看到广大 有些创新 我们看到华硕 有在极力的 去开拓软体的 然后服务的 新的市场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 宏基做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说 这个过去的成功方程 是这个2%的 neft profit了 2%的净利率是 成也他 败也他 所以刚才讲到 整个产业变化了很快 你能不能够跟进 包括刚才昨晚讲到 产业变局 快到出乎意料 就是因为整个变化太快了 所以这一次 施先生 重新要带着宏基 要进行下一阶段的变革的时候 他评估了 他说至少 要再给宏基三年的时间 不过老师你来评估 整个产业变化这么快 宏基这三年的时间 很难说三年之后 又是面临到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会不会觉得时间真是不等人 时间对宏基来说 会是一个很大的致命伤 那产业大变化 也不应该把一家公司 就弄成这个样子 所以我认为一部分跟他那个 就大家熟悉的微笑曲线 就说你只要把品牌 做得很好就够了 那事实上有时候 这样其实是不够的 就微笑曲线的另外一端 有时候其实会跟品牌的发展 是有关系的 有连结的 那大概很多人都知道 宏基这十几年来 那个研发创新的这一块 其实是没有做足够的一个努力 所以当产业引起 比较大的变化的时候 他过去要用外包的方式 其实都已经不可行了 你要找谁外包 你那个平板电脑 你能够找谁外包 就等于你自己已经 在那个新世代新变化的时候 你自己没有一部分的能力 你变成过去的一个 营运的模式 营运的方式就不行了 我今天除了谈到了在台湾 接班的问题 有台积电 有宏基这样的指标性的案例之外 在国外是怎么做的 像苹果就是异业结合 它去时尚精品业去挖角人才 今段广告马上回来 好我们接下来就要一起来看到 苹果在前阵子引起了 广泛讨论的高层人士的变动 他们的一个挖角动作 他们锁定的对象 居然是精品业者 非常有名的英国的老牌子 Burberry的执行长阿伦德 把他要挖来到苹果 明年开始要来执掌 零售跟电子商务的部门 为什么锁定他 他真的是一个传奇人物 过去在Burberry八年的 执行长的生涯当中 他让Burberry的股价 居然可以翻涨461% 这是英国品牌Burberry 9月2号 第2014年春夏新装发表会 所推出的预告片 摔头式整段影片是以iPhone 5S拍摄的 当时离iPhone 5S正式亮相还有8天 等到9月16号Burberry发表会登场时 会场一共摆设了14只iPhone 5S 全程拍摄并且网络直播15分钟的服装秀 两大品牌互相帮衬 没啥稀奇 而现在一个月之后 苹果干脆直接把Burberry的执行长都挖走了 请他从伦敦到Cupertino 拯救苹果疲惫的零售门市 以及线上销售 现年53岁的安琪拉阿伦德 从2006年开始担任Burberry的执行长 那个时候的Burberry 情况和目前正在走下坡的苹果十分相似 Burberry在2006年是个创立153年的品牌 很经典就快变成老Coco的代名词 然而在阿伦德掌舵7年多之后 Burberry成了注射险轻的美国对战 市值从21亿英镑增加到70.3亿英镑 公司的股价也在过去五年上涨了461% 阿伦德是怎么办到的呢 极端奢华才是王道 这是阿伦德替Burberry重新定位的第一步骤 然后他决定改变品牌通路 Burberry在大陆的营业额大幅的成长 以2013年第一季为例 就比去年同期飙升了20% 而这也是苹果要把这位年薪1690万英镑 英国最贵执行长从Burberry 请来Apple的主要原因 或许有人乍听到这个消息 心中也会有疑问 请精品品牌的执行长来卖科技产品 真的是个明智的决定吗 哦 请别瞧不起时尚人士的科技头脑 不只销售人员 人手一台iPad Burberry更是第一个举办 3D服装秀的精品品牌